台湾女子射箭代表队 征战巴黎奥运 现在16强打败美国队 不过8强赛却碰上劲敌 传统强权 南韩射箭女团 第一局射完前三件 台湾女团战时落后 尽管邱毅勤跟雷千银 都射出10分件 但是因为李财琪只射出6分 台湾是以1分之差输掉第一局 第二局表现比较稳定 以56比52拿下 双方大成平手 虽然说后面调整过来 频频射出9分跟10分 但是对手南韩队 也开始掌握了 风势跟地形的优势 慢慢的把这个节奏拿回来 第三局南韩共拿54分 台湾则是53分 也让南韩4比2听牌 来到第四局 南韩三支10分件 总分56分 台湾则是54分 最终2比6 台湾女团吞下败仗 无缘晋级奥运四强 南韩队最后则拿下金牌 完成奥运10连霸记录 教练大战选手态度跟表现 即便面对强敌 流畅度也不受影响 至于奥运四朝元老 雷姆雷千银 赛前还不小心撞到眼角 但他对于这次的表现很满意 面对接下来 混合团体跟个人赛事 台湾射箭选手全力备战 盼望拿下好成绩 TVBS新闻 李建伟余心 黄凯兴 梁玉明 法国巴黎一张报道 奥运前线掌握最新赛况 热血镜头五环战场一把招 巴黎迎来第三次奥运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号 请锁定TVBS 巴黎奥运特派团队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